大家好 我是王善河 一个14岁中义学生 因为协助骗徒收取骗款 今天承认串谋诈骗和洗黑钱罪 被判入劳教中心 案件发生在去年10月底 一个长者收到自称是他的儿子的电话 说自己被警方拘捕 需要6万元的保释金 那个长者信以为真 在家附近用现金方式交给一个男人 长者之后联络到他的儿子 发现受骗于是报警 第二日他再收到骗徒的内电 用同样的方式要求交多4万元的保释金 警方正在元朗卖服 拉了前来向受害人收款的14岁中义男生 案件是在荃湾法院大楼处理的区域法院案件 被告承认串谋诈骗和洗黑钱罪 被判入劳教中心 警方说任何涉及诈骗的行为都属于违法 无论是租借户口或者是协助收款 不法分子是会以报酬及不同的借口 有道青少年犯罪 例如未成年犯案是不需要负上刑事的责任 即使有事都会轻判等等 警方重申 任何人协助骗徒收取骗款 都要负上刑责 就像今次的案件那样 而家长也应该加多留意 子女有没有一些不尘常的行为 例如突然间有大量的金钱或者奢侈品 作出适时的介入 以免他们成为不法分子的代罪羔羊 警方重申不会要求市民去到警署以外的其他地方交收保释金 呼吁市民多点提醒身边的长者 母亲资金就在流传狱报道 房屋处署长罗淑佩出席北区区议会 一个会议时说 会善用人工智能 加强打击公共屋邨高空宅物 无论我放多少管理员都好 我不可能24小时管理员看着那栋楼 然后哪个住户扔下来 我们就立刻上去抓人 我们开始用人工智能家流动CCTV 就是在一些所谓黑点地区 我们就放这一个流动CCTV 然后配合人工智能就帮我们了 为什么有这个东西 从天而降有的影 是不是一个高空杂物呢 如果AI告诉我们是 我们就可以有证据和多些资料去偵查 甚至联同警方一起去处理 这个我们过往在一些黑点地区 其实是试用了也觉得效果是好 行政长官李家超明天凌晨启程去秘鲁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他说托展和更多经济体合作 一年一度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今个月15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之前表示 将会为本港争取和更多经济体合作 也会向各个领导人讲好香港故事 最早讨论三个重点 以贸易及投资促进包容和互联的增长 以创新和数字化协助转型 至正规和全球化的经济 以及以可持续发展达到强硬增长 正正和香港的优势 以及特区政府的发展策略息息相关 对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再度日主白宫 他在任内提出制裁香港官员 又公开评论本港多宗接及国安的案件 李家超回应说 任何国家都应该尊重本港的法治和自由贸易 我们和任何国家包括美国 我们都希望大家会互相尊重 因为贸易对双方有利 我希望任何国家都会尊重香港特区 不要用一些政治干扰去影响特区的司法 以及我们的正常商业活动和商业往来 他又说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 会继续巩固传统市场 同时努力开发新兴市场 无线电视记者彭永熙报道 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继续筹组新政府 据报将会提名对华鹰派的参议员 鲁比奥和中议员华尔茨 分别出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 在北京外交部说 相关人士任命是美国内部事务 中方不作评论 纽约时报引述三个知情人士报道 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 预料将会提名佛罗里达州参议员 鲁比奥出任国务卿 鲁比奥对中国态度强硬 例如被美方制裁的中方科技公司 发布新一款搭载英特尔晶片的产品之后 他要求政府停止向中国电讯设备商 将华为提供晶片 又要求制裁中国电动车电池製造商等 在2020年曾经被中方制裁 《华尔街日报》就引述消息人士说 众议员华尔茨将出任国家安全顾问 陆军特总部队出身的华尔茨去对华英派 亦是政府协调对中政策的 中国特别工作组成员 曾经呼吁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 特朗普过去两天公布多项人士任命 众议院共和党党团主席斯特凡尼克 获提名为美国诸联合国大使 斯特凡尼克是特朗普忠实支持者 外界曾经估计他会是特朗普的副总统人选 斯特凡尼克曾经是美国历来最年轻的女国会议员 在2021年开始出任众议院共和党党团主席 特朗普又公布在他上一个任期时 担任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处理局长的霍曼 将会在新政府中主理边境事务 说他会有非凡的表现 有边境沙皇之称的霍曼 接受霍氏新闻访问的时候说 不会被民主党议员阻拿特朗普 落实遣返大量非法移民 副总统当选人曼斯星期一证实 特朗普将任命他上一个任期时的 白宫高级顾问米勒 担任负责政策事务的白宫副幕僚长 米勒一直主张加强限制移民政策 和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 无线电视记者莫子彤报导 海地局势持续不稳 美国廉航精神航空一架客机 在首都太子港上空遭到枪击 一个机员受轻伤 多家航空公司停飞海地航线 网上流传片段看到 机舱内攻击员在升降时坐的位置 和乘客上方的行李架 都有怀疑被子弹击中的痕迹 摄氏的精神航空客机 由美国佛来里达州起飞 准备降落海地首都太子港的时候受枪击 需要改度飞往多米尼加共和国 太子港机场临时关闭 多家航空公司都暂停飞往海地的航班 海地局势持续不稳 警方和帮派成员星期一 在太子港市内爆发枪战 民众慌忙走避 据报有帮派成员试图封锁进出太子港的交通 其中包括武装暴力 以及对道路、港口和机场的破坏 海地自2021年时任总统莫伊之玉石身亡之后 陷入动荡 太子港八成地方都有各个帮派控制 二月时任总理亨利在黑帮压力下宣布辞职 接任总理的菲斯艾梅星期一宣誓就职 他表现明白海地的艰难处境 承诺会致力恢复海地国家安全 无线电视记者莫史同报道 1日戒备信号生效 天文台说至少维持到明天中52点 考虑明天下午改发3号强风讯号 强烈热带风暴涂支集在香港东南大约500公里 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 时速大约15公里 宽光南海北部 天文台说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 和涂资相关的强风区 去到明早仍然和珠江口保持相当距离 1日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明天中52点 而随着涂资进一步靠近 在东北贵后风共同影响下 本港风力在明天稍后逐渐增强 外围雨带也影响原港地区 天文台考虑明天下午改发3号强风讯号 预料涂资星期四早早和本港 在本港沿南200公里左右 沙田水泉澳村 修泉楼一间幼稚园被刑事毁坏 涉事的是基督教香港崇真会 安重幼稚园 警方早早接获职员报案 说在门外发现玻璃碎和液体 警员到场后确认是化学液体 门瓶和一棵植物被破坏 据了解校方说没有和其他人结缘 警方正是追缺一干年约60岁男人 案件暂时交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 港股收市跌超过500点 恒指连跌三日 累积下跌1106点 美元继续强势 人民币离岸价一度跌至7.25水平 建三个月低位 加上我们上个月新增贷款 低过市场预期 顺态需求未见起息 大市低开92点之后 曾经反弹上20,500点 但缺乏承接 午后越跌越急 最多下跌665点 跌至19,700点水平 全日收市仍跌580点 报19,846点 成交2,342亿 恒指六个星期以来 第一次在2万点以下收市 大家不要心急 政策一定是陆续回来 不过各部位的政策是不同方向 今次很特别的 美国减息一次 它就出一次政策 12月18日美国又再议息 当时来说是中央经会 看着特朗普一月上任 怎样做法 我留待一些重港的政策 到时才出 都未迟 科网股拖低大市 京东集团跌半成 阿里巴巴曾经失手90元 近期强势的小米 回吐近百分之三 护心股市下跌 中人售和平保下跌百分之四至六 中国银河和华泰证券齐跌半成 内需股未摆脱弱势 华润啤酒和白威亚泰下跌百分之六至七 美团跌半成 计划分销赛力斯旗下新能源车的中升控股伏牌 股价回吐百分之九 今价跌至超过一个月的低位 至今下跌百分之四 无线电视记者一路配音报道 他还会约港股收市的 盈富基金跌五毫九 腾讯控股跌九个四 美团跌九个九 阿里巴巴跌三个五毫半 恒生中国企业跌两个三毫六 中芯国际跌两个三毫半 中国平安跌两个三 小米集团跌八毫半 南方恒生科技跌一毫九千六 港交所跌十三个六 再看其他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控股跌九毫半 邮邦保险跌一个五毫半 中移动跌过二 港交所跌十三个六 香港中华煤气跌五千 恒生科技指数跌194点 太欧洲股市表现 三大指数全线向下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61点 法国CAT指数跌72点 德国Dex指数跌116点 转太国际消息 澳洲墨尔本一架混水车 怀疑因为司机身体不适 失控撞入市郊一间幼稚园 一个女教师及时将学生推开 有一个学生受伤 大个老师自己就被车撞死 由68岁司机驾驶的混水车 失控冲出路面 先撞到路边的树木 再撞烂幼稚园的围栏 直撞入操场 迎面撞向一群学生 目击者说43岁的学校 言语治疗师布莱恩特 不顾个人安危 冲前将几名学童退开 但他自己走被不及 当场被车车死 一名3岁男童手被受伤 货车司机因为身体不适送丸 正协助警方调查 操场有多个儿童游乐设施被撞毁 警方说如果不是死者 写几个人 肯定会有更多学生伤亡 维多利亚州州长艾伦 为问布莱恩特的家人 并赞扬她的英勇行为 布莱恩特为下丈夫 11岁的儿子和9岁的女儿 当地居民纷纷去到车祸 现场献花 向她表达敬意和哀悼 幼稚园在意外之后 需要暂时关闭 市政府安排学童 去到其他学校上读 并且为学生和家长 提供心理辅导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琪报道 澳洲工作场所的监控镜头 越来越多 雇主说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但工会批评 太多监控侵犯私隐 游州议会正是审议 是不是应该限制监控的范围 这间位于维多利亚州的洗衣工厂 用监控镜头拍摄工人的工作过程 经电脑分析之后 可以计算出工人完成了的工作量 并且在屏幕显示出来 雇主说安装这套系统之后 生产效率提高了5% 监控系统同时会监测工作环境 例如当厂内部分区域温度太高的时候 会提醒主管安排员工 轮换纲位或短暂休息 大工会说这种显示进度的方式 增加了工人的心理压力 更容易因为心急而犯错或受伤 除了工厂之外 在家工作的白领也逃不出雇主的监控 现时有多种电脑程式 可以遥距观察雇员有没有偷懒 当员工登入公司系统之后 就可以记录打字的数字 滑鼠移动的次数 以及使用各种应用程式的时数 共会批评这种电脑监控 是将雇员的工作简化为一寸统计数字 而不重视工作上的创造性 例如用来思考 以及与同事沟通的时间 都不会被当是工作的一部分 维多利亚州议会正是审议 是否应该规定雇主 需要公开他们的所有监控方法 令到雇员知道自己的私隐 有否被侵犯 并且定名雇主可以监控的范围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报道 南韩出现第一宗白颈咳死亡病例 韩乱社报道 一个出生不够两个月的宝宝 上个月31日确诊白颈咳 之后病情悟化 在今个月4日死亡 是当地2011年开始有记录以来第一宗 据报那个BB在接种白颈咳疫苗之前 已经出现症状 白颈咳今年在南韩全过蔓延 截至11月第一个星期 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万宗 而去年全年只有292宗降案 白颈咳是由白颈咳博德士赶菌 所引致的急性呼吸导传染病 潜伏期由4至21日不等 严重的可以导致抽搐和昏迷不醒 而接种疫苗一般可以有效预防 大家好 我是黄善寒 最后行展欠博 中国星一代隐形战机 殲35A第一次公开良射 是解放军第二款隐形战机 殲15战斗机的总设计师证实 殲35A和殲15都是男载机 可以登上航母 王子瑜在珠海报导 来啦来啦 射手机来啦 来啦来啦 射手机来啦 万众触目的中国新一代隐形战机 殲35A在珠海公开量上 展示垂直跟斗以及加大通墙等动作 殲35A属于中营多任务隐形战机 可以执行制空对地对海突击任务 空军另一款隐形战机殲20 也都参与飞行表演 四机偏队先以钻石队形低空通场 水平转弯后在200米低空解散 再组成双机偏队 展示转弯交叉动作 这是一个转弯交叉 等于是双机对飞了 在我们的周边 编队在观众席上方通场 向燕场人士致演 双机 朝鲜弯动作 另一个双机编队就做出水平八字的动作 展示小半径作战能力 空军8一飞行表演队 六格战机分成两批星空 在空中集合并拉出彩烟 展示单机大半径横滚 向下开发 高难度动作大型角小速度飞行等 最后一个动作是 如同孔着开平的水平开发 表演队着陆的时候也有安排 其中三机编队拉出彩烟之后 环滚解散 再逐一降落 现在这个后三机上升 朱海上就云层比较厚 能见度都比较低 但无左观众观想 35A的动作呢 当然这次来呢只是单机 就是战斗机该有的正常的动作都有 然后呢 还有它一些比较有特点的 当然了 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隐身 隐身 机动性也非常好 35A这次是首次出来 然后它也是我国相当于有了多款 这种隐形飞机 我觉得它会进一步增加我们的战力 尤其是听说它是舰载型的 可能对我们海军实力的增强 会有一定的 我觉得改善吧 在国际上具有重要话语权的一个标志 其实就是说除了 因为它是一个综合国力的象征 传统的战机 比如说歼15 它现在有舰载的歼15T 对吧 隐形的有歼20歼35 这个我觉得除了美军之外 好像我们是最强大的存在之一 所以很自豪 联合作战那方面 我觉得这个 我们的那个 不管是防守能力还是攻击能力 都完全提高了一个层次 航展期间 每日将会安排大约四个小时的飞行表演 今届航展也是第一次 在斗梅连州设置无人系统演示区 首度公开展示多虎无人机和无人船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瑜在珠海报道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要求香港工商界和企业家 团结一致积极推动经济发展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将会总结座谈会内容 转化为实际行动 港澳办在上个星期五 在深圳举办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谈会 主任夏宝龙提出四个重点 六个要求 包括坚持以港为家 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等等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座谈会除了肯定工商界对香港的贡献 也都为业界指出具体方向 夏宝龙展示了中央对香港工商界 和企业家的期望 同时指导香港社会各界同心协力 为香港由自及卿作出更大贡献 特区政府作为特区的当家人 有治理香港的主体责任 我们习无旁态要主动作为 他们不少都提出实质建议 我和团队会总结今次座谈会的内容 凝聚工商界力量 让爱国爱港情怀 转化为实际行动 对于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说 商界愿意配合政府 但当局不可以一意孤行 李家超说工商界在多元范畴 可以有所贡献 例如我们将不久推出 在北部都会区有片区开发 这个计划 意思就是我们会批出 较大片的土地 让真真正正有兴趣 去参与投资的任何企业 或者组织 可以以更早和更自由的灵活度 去推展北部都会的发展 政府也会因此在财政方面 所承担的压力都会减少 至于夏宝龙提及 本港要加快旅游业态升级 李家超说即将公布旅游业发展蓝图 又说除了有蓝图都要业界共同参与 提升旅游吸引力元素 无线电视记者袁家谦不露 刑赋基金上市25周年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刑赋为本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以至金融市场发展奠定基础 恒生投资就相信 刑赋有望成为今年 港股成交额最大的政权 庆祝刑赋基金上市25周年庆典 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和恒生银行行政总裁施永恩等 主持敲落仪式 陈茂波说 刑赋基金的诞生 标志着香港金融市场发展中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The Tracker Fund has demonstrated incredible resilience in navigating multiple challenges It has earned the trust of local, mainland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seeking exposure to Hang Seng Index considering stocks It offers investors a simple way to invest in a diversified portfolio of Hong Kong stocks 港人熟悉的刑赋基金 是本港第一只交易所买卖基金 也就是ETF 1998年 亚洲爆发金融风暴 本港股市受到投机者追击 为了捍卫联系汇率 和金融体系稳定 政府动用外汇储备 大量掃入蓝筹股 成功击退大岳 当时时任总理朱镕基 香港人派定心丸 或只要香港有需要 中央政府会提供储备 帮助击退炒家 政府买入的过千亿蓝筹股 一年之后包装成为刑赋基金 在1999年11月12日 在港交所挂牌 之后透过持续发售机制 分阶段在市场出售 现时刑赋基金资产规模 达到1780亿 是本港最大 并且交投罪活跃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近年互联互通之下 内利投资者可以参与本港ETF买卖 刑赋基金的活跃程度 亦比以往高了 25年来 刑赋基金一直追踪恒生指数表现 期间恒指成份股 由33只增加至今时今日超过80只 负责管理刑赋基金经理人 恒生投资认为 成份股增加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又说刑赋基金交投持续活跃 有望成为今年港股成交额最大的证券 我记得当日大市总交投量超过5000亿 而刑赋基金是单单一直 就是我们说股票 是占了整个香港上市证券的 7% 超过7%的成交 年初至10月 它的总交投量应该是第一位 我们希望未来两个月 都可以维持到领导的位置 刑赋基金每年派息两次 过去10年的平均股息率大约3.5厘 25周年 会否有特别股息回贵基金单位持有人 腾生说刑赋基金的派息政策一向是将所持有的股份收到的股息全部派出去 不会因为特定的日子而改变派息政策 母亲电视记者 盧沛因报导 1号戒备信号生效 天文台说至少维持到明天中52点 考虑明天下午改发3号强风讯号 强烈热烈热风暴投资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500公里 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 时速大约15公里 幻过南海北部 天文台说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 和投资相关的强风区 去到明早 仍然和珠江口保持相当距离 1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明天中52点 而随着投资进一步靠近 是东北贵后风共同影响下 本江风力明天稍后逐渐增强 该为雨打也影响沿岸地区 天文台考虑明天下午改发3号强风讯号 预料投资星期四早早和本港 在本江以南200公里左右轮廓 而在澳门1号风球仍然生效 预料将会在明天上周维持 欺藏局月计投资明天后期至后日 在澳门沿南大约200公里略过 在东北贵后风共同影响下 澳门的风力将会有所增强 明天下午至夜晚改发3号风球的机会 是中等至较高 另外投资后日接近澳门时 可能引起沿岸潮位短暂上升 蓝色风暴潮警告机会较低至中等 稍后时间 为了加强打击公屋高空责物 房屋处处长罗淑佩说 将会善用人工智能配合闭路电视 加快寻出违规住户 房屋处采用的系统 当有物件怀疑从单位抛出 人工智能系统会自动圈出位置 并且划出物件的轨迹 即使住会向外潑洒液体 同样能够辨别 房处在2021年和2022年 就住高空责物提出的检控 分别有132宗和103宗 公屋居民普遍支持利用新科技去打击 我绝对赞成这件事 因为如果你没做的 就不需要害怕他有这件事 你只能去看到你 即使你没有犯罪的 你拍不到他就有其他东西 绝对支持 这些不能害己害人 尤其是人们走过去 淋水下来就成功了 都不一定不准的 都有盲点有性的 其实你都看不清楚 房屋处署长罗淑沛 早出席北区区议会会议 接收鼓动村居民的请愿信 听到了 我们回去看信息之后 好 多谢大家 谢谢 会上有区议员关注 公屋租户高空责物的问题 罗淑沛说将会善用人工智能 加强执法 无论我放多少管理员都好 我不可能24小时 管理员看住那栋楼 好 然后哪个住户扔下来 我们就立刻上去抓人 为什么那栋楼 从天而降有的影 是不是一个高空杂物 如果AI告诉我们是 我们就可以有证据 和多些资料去偵查 甚至联同警方一起处理 这个我们过往在一些黑点地区 其实是试用了 亦都觉得效果是好 会上也有议员关注 新界的过渡性房屋入住率比较低 罗淑沛说会继续做好宣传 罗淑沛说过渡性房屋夹月累的生产 很多时候大家都未必 一听到北区好像比较偏远 不知道够不够胆搬进去 又或者听到过渡性房屋 不太熟悉是什么 都不知道自己原来都够资格申请 这个我们会努力继续宣传 我们会继续努力去搞我们的 无论是交流 看楼团 罗淑沛又说过渡性房屋夹月累的申请 即是轮后公屋不少过三年 以及住在不识设住房人士 比例可以考虑灵活调整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谦不读 新日批新冠疫苗混底本港 可以针对现时最流行的变异株 JN.1 下星期二起为合资格人士免费接种 当局救入两个牌子的新疫苗 分别是伏必泰和木登立 各有大约11万剂 已经混底的是伏必泰 在现时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下 六个月大或以上的人 可以免费接种第一剂疫苗 而高风险人士 包括年满50岁的长者和孕妇等 相隔超过六个月都可以免费接种额外加强剂 政府说新冠和流感病毒在冬季有机会加为活跃 如果同时感染两种病毒可能出现严重病发症甚至死亡 强烈呼吁高风险群组尽快接种疫苗 再多两款新药经一家机制在香港获得註册 两款药都是用于治疗慢性肾病引起的贫血 早前获内地监管机构批核 按一家机制提交申请 在本港、相关委员会评审之后 和征诚本地专家意见之后 上星期五批准注册 累计已有七款药按一家机制注册 包括治疗转移性、结直腸癌 和甲状鲜癌的药物等 政府预计未来会有更多新药注册 比病人有更多选择 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 要求美国撤销对他们涉嫌 涉取机密和误动银行的指控 相关案件曾经导致 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 中方曾经多次批评美方 无理打压别国企业 中国最大电信设备商华为 被美国指控透过子公司 向伊朗出售设备 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并在有关交易上欺诈银行 案件暂定2026年1月在美国开審 路透社报道 华为上星期五 入品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 要求美国司法部撤销大部分指控 说有关指控毫无根据 形容是美国司法部 占不住脚的中国行动计划其中一环 只在起诉和中国有关的个人和企业 华为说当中多项指控涉及美国境外活动 又说银行欺诈罪名是基于控制权欺诈理论 而那个理论曾经在去年另一宗案中 遭到美国最高法院驳回 并且说美国政府已经将华为 视为寻找犯罪行为的起诉目标 华为有关案件始于2018年 曾经导致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 童年在加拿大过境的时候被捕 及后在2022年获撤销指控 而针对华为公司的指控仍然继续 至于美方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 在2018年由时任总统特朗普啟动 目的是处理中国涉嫌 涉取智慧财产问题 但被批评会导致种族歧视 并制造恐惧氛围阻碍科学研究 四年后被现任拜登政府终止 中方曾经多次批评美方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无理打压别国企业 敦促美方停止有关做法 强调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无线迪斯》记者沉回三部导 兴见紧的澳洲最大风力发电场 发生工业意外 一个承载巨型枫叶的金属枝架塌陷 一个工人被风险压死 三片等候安装的巨型枫叶 放在地面的金属枝架上 其中一个枝架塌陷 枫叶跌落地面 压死一个36岁的安装技术员 事发在澳洲东南部的黄金平原封电场 这里在起好之后 将会是全国最大的风力发电场 工委说由于工程严重延误 工人赶工的压力越来越大 导致工地存在安全隐患 工委早前已经就安全问题和资方交涉 但是未有获得回应 他马天